大家好,今天是1月4号星期二 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疫情的最新消息 那人为可以说是有坏消息,也有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先说耸人听闻的数字 那在周一,美国单日新增感染病例是超过了100万例 打破了全球记录 而CDC周二公布的数据估算在美国的新增病例当中 Omicron变种占到95% 也就是说现在Omicron已经成为美国的主流新冠病毒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日增百万的数字可能也和统计相关 因为跨年一些州在12月31号以及12号都没有报告数据 都压到了1月3号这一天报到了 那到了4号新增病例从百万回落 不过仍然是超过60万 如果去除节假日波动 看7日平均的病例数 那目前也是高达48万 是去年高峰的两倍 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报道感染数字最多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看死亡数字 3号是1700左右 4号850人左右 在圣诞之后曾经有一波小高峰是超过3000人 那如果看7日平均水平还不及去年冬天的一半 感染数字翻倍死亡人数是不及一半 那我们再看看住院人数 当前超过10万人应感染新冠住院 已经逼近去年高峰水平 不过ICU的人数在2万左右 去年高峰是3万左右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重症的数字之后会不会攀升 但是起码从目前的数字直观反映 Omicron重症和死亡比率是低于Delta 以及早前的情况 那甚至有南非的病毒学家是表示说感染Omicron之后产生的抗体 可以在未来帮助抵御Delta 尽管短期Omicron感染数字飙升 但是从长期来看 它正在取代更为致命的Delta 所以呢是一件好事 南非现在感染数字已经见顶出现下滑 所以现在一些科学家也预测 美国的这波感染将会在1月中旬见顶 另外呢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的动物实验 还发现Omicron的症状确实是比较轻 而且对肺部的影响更小 那在华盛顿邮报上 公共卫生专家Leona Wynn是发表了一篇文章 认为美国现在的抗疫模式需要从防止感染 转为防止社会秩序的破坏 他认为在美国严格封城隔离已经不再可取 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护好易感人群 在室内场所要求出示疫苗和加强剂的证明 室内仍然要求戴上合格的口罩 现在CDC确实是在考虑将加强剂间隔时间 从6个月缩短到5个月来鼓励更多的人去接种 纽约市长亚当斯则透露 他可能考虑强制私营企业员工接种疫苗的加强剂 Lena Wynn还提到一点就是说 这个病毒现在对个人的伤害性要小于对于社会的伤害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看来感染的个人重症并不多 但是很多必须敢为工作的人员集中感染 是影响到了城市和社会的正常运行 那上周纽约市6个消防员当中就有一个确诊的新冠 曼哈顿地铁线路因为人手短缺而延误 消防部门已经要求居民除非在真正紧急的情况下 否则不要拨打911 另外纽约州是要求32家医院延缓非紧急手术 以流出足够的人手应对新冠 在美国数千家航班因为有工作人员感染而被取消 在俄亥俄的新西纳提 因为很多的消防员义务工作者感染 该城市不得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抑制传播范围可能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些大公司选择以身作则 新年一史投资公司杰弗瑞投行高盛 雪佛龙能源等等都是改变了一月份的实体办公计划 要求员工居家办公 不过公司也给员工打气说 这可能真的是我们需要度过的最后一个有挑战的疫情阶段了 另外一方面 美国政府周二又采购了一批辉瑞新冠口服药 目测未来可以提供给1000万美国人 两周前FDA批准了这款药物的紧急使用权 现在美国一些州的医生已经可以给新冠患者开具这种口服药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和大家聊过新冠口服药物 那临床数据是显示说 辉瑞的这个药物的防重症率是高达90%